好 接下来进行的是盘问环节 反方二变将盘问正方一变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对方你好 好 对方请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你说我们要解决现在刻不容缓的能源问题啊 粮食危机问题啊 所以对方便有已经把未来看成这个 人类未来看成一个新科技时代是不是 我们是说今天要看人类未来的命运 就必须解决这些刻不容缓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看到对方便有已经把一个未知 且漫长的未来已经去看成非常狭隘非常主观 我没有这样说 新科技时代 因为他们就说 如果不解决现在的问题 我们哪里看到未来啊 对方便有 所以你已经把未来看成是个新科技时代了 他又想请问对方便有好了 为什么刻仑人的技术啊 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就已经遭到世人抵制了呢 不想 首先我想告诉对方 今天我们看 为什么他会被抵制呢 对方便有 为什么刻仑人的技术 就是科技的发挥 对方我们今天看未来的命运 对方便有请你回答我现在这个问题好不好 就回答为什么刻仑人的技术这项研究 在开始时已经遭到世人的抵制 我不知道 显然对方便有不知道 那我就告诉对方便有好了 那是因为这项技术它抵触了人的价值观 它违反了人类的伦理问题 所以才进入了一个招人世人摒弃不被应用的流产阶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人文的一个科技 一个科技不管有多发达 如果在人文的价值观 判断你决责之后 它不符合人文价值观 它就无法被使用 所以人文价值观会影响到人类未来 对方便有你说 我要解决现在问题 然后可以看到未来 可是我们要想的是 现在刻不容缓问题 难道只有人文问题 环保问题而已吗 也有现在许多人文引发宗教问题 政治问题不是吗 对方便有 我是说要解决所有刻不容缓的危机 这是人类未来的命运 难道人文 谢谢对方便有 人文引发政治危机 宗教危机 难道不是刻不容缓的吗 对方便有 今天 谢谢对方便有 谢谢 好 谢谢双方变手 现在是由我们的正方二变 排问反方一变 排问时间同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刚才对方主编告诉我们说 今天不要谈不解决的问题 可是我们今天要谈 刻不容缓问题 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吗 需要吗 需要 可是你不解决问题 所以需要的时候 刚才对方为什么要反驳我方 说不要讨论这不解决问题呢 很显然也滞相矛盾 今天我们看到 你妈妈不要乱扣 谢谢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 刚才主编稿告诉我们说 思想 今天阿基米德 以他科学思维来 想出福利的定律 请问这等同于人文吗 思想体现出价值观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阿基米德 以他的科学思维来 想出福利的定律 很显然这不是人文 人文和科技 都是思想的一种体现啊 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 我想问你 今天因为水源危机 所以我们才被告诫要节省水源 对吗 对啊 对方便有 所以啊 节省水源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非洲缺水的问题 对方便有请稍等 对方便有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非洲的缺水问题 越来越严重 能够解决此问题吗 人文不可以解决问题 可是还要跟科技一起来解决问题啊 所以很显然对方便有都知道 人们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找科技来解决问题啊 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你要解释好 我继续问你 当我们今天为了解决人口危机 难道人们要叫人们节育 才能够解决此问题吗 并不是啊 对方便有 所以不是我们还是要靠科技来建造 建造高楼大厦 来让更多人融在同一个土地上 对方便有想问你 目前人类可以不使用石油吗 很显然对方便有都犹豫了 他都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石油预计将在60年被耗尽 请问是不是需要找替代能源呢 是啊 所以需要人们发挥压 所以替代能源还是要靠科技啊 谢谢对方便有 谢谢双方便手 现在由我们的反方二变 暂先进行博论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大概从我发的第一个论点就可以知道 每个时代的社会都有不同价值观 而未来是漫长且不可预测的 可是对方便有就告诉我 对方主便告诉我说 人类未来必须解决现在科不容丸的 危机问题 粮食问题 这些的问题等 然后我想请问对方便有 是不是已经很主观的把一个未来 无法预测未来 已经假设成是一个新科技时代了是不是 还有我说的是克隆人技术 对方便有 我想说是克隆人技术为什么无法被使用 是因为这项技术它抵触了人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科技有多发达 就像对方便有所说的 科技能找到突破点 带领人类走向一个未来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像克隆技术这一种 经过人文价值观判断已决之后 它不符合人文的价值观 它也不能被选择应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价值观 能影响人类的未来 现在我想说的是 哈克对方便有所说的诺贝尔发明炸药 炸药是原先用来开山屁的 是蛮造福人群 然后后来却被用在战争之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炸药的用途 是随着人 人类价值观来判断 以决定 选择它怎么去用 所以科技的使用 即要用或不用 又是人文价值观来决定 好 再承接我方的论点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对方便有的 利润架构非常奇怪 因为它已经把人文与科技 两个分开 分开来论证 哪一个可能 哪一个才能影响到 人类的未来命运 在现今的社会中 人文与科技发挥 缺一补可 而且我们必须 所以我们必须 两者同时 存在的情况下 论述我们今天的变体 对方便有 然而科技并有主观一时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科技的发展方面 及应用层面 都必须靠人文的价值观 来判断你的抉择 才得以发挥出 科技原有的角色 谢谢对方便有 就是 哦 谢谢 谢谢反方二变 有请正方二变 进行博论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刚才对方便有说到 靠人文 我们都知道 靠人文造成价值观 改变是多么严重的事 所以 人类的未来 取育科技的时候 更严重 所以我们今天更要探讨 科技造成严重性 也可以造出 益处激发 无以逆转的地步 所以科技有多么的重要 多么的严重啊 而且 今天对方便有主编 刚才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不谈 解不解决问题 我们只谈的影响 可是他又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又要谈 科不容忍 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请问这不是 自相矛盾吗 而且刚才 关于直辩稿所提及的 人们等同于思想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刚才我就提问了 阿基米的例子 我们可以很显然看到 举个例子 当科学家翻开了报告 想出许多的科学思维 来解决史 科不容缓的危机的时候 这不是人文 而是科技啊 所以刚才对方便有的 不能成立 刚才我也问 对方有关于水源危机 能源危机 人口危机等 可是对方便有 告诉我们什么 他没有告诉我 他告诉我 人们解决不到 请问 今天解决不到 代表人们 是我们未来更重要的吗 所以很显然 我们看到的时候 土地还是会被用完 土地还是不够的时候 石油水源 还是不够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 科技 科技能建造高鲁大厦 让更多人 荣耀在同一个土地上 科技能够寻找替代能源 来解决的石油危机 科技能够寻找一些 黄金大米 杂交水道等 来解决种种的危机 所以我们看到科技 对于人类未来的命运 是多么的重要 而且刚才对方说 科技由人们来决定 所以根据思考 今天思考体现 只是人们和科技 都是来自思考的体现 所以今天 不是人们来决定科技 而是当人们决定科技的时候 我们想看 他今天的思考体现 人们和科技 都是同一个思考体现的 谢谢